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中国股市超5000股票下跌 李强极罕就市 习近平派张国卿赴云南搜救 村民表示一个多月以前山顶就发生了地裂 怀疑跟采矿有关联 唐山打人案的幕后黑伞 公安局的局长马爱军获行12年 贝莱德正在寻求七折出售上海的办公楼 学历大打折 中国本科生回炉重读之效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踏入2024年 中国内地及香港的股市跌跌不休 根据中共的官媒央视在1月22号的时候报道表示 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在22号的时候 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听取资本市场运行情况以及工作考虑的汇报 要求采取更加有利有效的措施 着力稳市场稳信心 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而会议还强调要进一步的健全完善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 更加注重投融资动态平衡 大力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投资价值 加大中长期资金入市力度 增强市场内的稳定性 还说要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打造规范透明的市场环境 要采取更加有利有效的措施 着力稳市场稳信心 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另外来自雷和早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的护身两市在星期一 也就是1月22号的午后继续下行 超过5000只的股票下跌 护值跌了超过1% 再度失守2800点 截至到1月22号 也就是星期一的下午1点钟 护值跌了1.2% 申城值跌了1.51% 创指跌了1.05% 总体上来看 个股呈现普跌的态势 游戏 旅游 光伏 零售等板块 跌幅居前 顾指上一次失守2800点 是上个星期四 也就是1月18号的时候 当时跌至了2020年4月份以来的新低 金融界引述了安华证券的话 指出预计市场仍然将维持弱势的运行 市场机会仍然需要保持更强的耐心 和等待 而国经证券分析表示 开年以来市场继续调整 一方面经济数据不及预期 而另外一个方面 中期的借贷便利利率维持不变 低于市场的预期 好 再来看一下习近平派张国亲赴云南搜救 村民表示一个多月以前就发现了山顶上有裂缝 怀疑跟采矿有关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云南省的昭通市的镇雄县 在1月22号的清晨发生了土石流 目前已只有47个人被埋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的报道说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了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而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张国清 已经率工作组赴云南指导搜救 根据中共的官媒央视新闻等一些中国媒体报道表示 中国云南省的昭通市镇雄县的唐房镇两水村 核心和平两个村民小组 在1月22号的清晨5点51分的时候 发生了土石流 18户47人被埋 而中国媒体新京报的最新报道显示 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名被捆人员 而根据中国的自然资源部的信息说 初步判断被掩埋的房屋增至了19户 而有中国大陆媒体就引述了村民的话表示 怀疑事故与当地的煤矿的开采有关联 官方承认此前曾经接获了有关于煤矿开采 导致附近的房屋开列的投诉 但是称经过他们的调查之后 发现两者没有关联 而根据中国媒体新墨新闻 还有新京报以及凤凰网的报道说 根据当地村民的话表示 发生土石流的河新和平村 是凉水村的两个村民组 位于山脚下大概居住100多户500多人 都为遗族靠种植玉米和马铃薯为主 报道引述了当地的村民的话表示 事发之前的一个月 村里面的山体曾经出现了裂缝 村里面有一处煤矿 不知道这一次的土石流是否跟煤矿的开采有关联 而根据中国的天眼查的信息显示 镇雄县的刘家坡煤矿有限公司位于梁水村 该公司以从事煤矿开采和洗选业为主 刘家坡煤矿曾经因为越界开采 被有关当局做出了行政处罚的决定 中国媒体积木新闻的记者在1月12号的时候多次拨打了 刘家坡煤矿在企业注册平台当中的电话均被挂断 而镇雄县能源局的工作人员在回应积木新闻的记者时表示 此前接过了有关于煤矿作业导致凉水村附近房屋开裂的相关投诉 当时调查核实过结果两者没有太大的关系 并且表示这一次的土石流的具体原因咱不清楚 以后续的调查结果为准 报道表示发生事故的唐房镇以及周边的坡击镇散布着多家煤矿 另外有当地的村民顾先生表示 其中四名被掩埋者是他的亲戚 他说挖煤下面就是煤矿可能挖煤挖空掉了 而导致了这一次的事故 另外有村民李先生表示 一个多月以前在发生土石流的山顶 发现了非常明显的裂痕 连汤家的房子也出现了裂痕 他去年的12月28号的时候发布了视频显示 山顶有宽约数十公分的明显的裂缝 而且有一定的长度 另外村民雷女士表示 事发时自己的家人在凉水村和平组目前安全 家人告诉他当时正在下雪 起初听见外面声音很大 还以为是下雪太大导致的 而中国媒体报道表示 现场附近的煤矿去年曾经为重大的隐患被罚 存在超线作业的情况 在泥石流发生之后 现场有村民向中国媒体南方都市报反映 指事发地点附近有煤矿 而媒体发现在本月初的时候 曾经有网民反映 现场有小山 因为当地的刘家坡煤矿有限公司的开采 导致了地面开裂 报道指出在联络了刘家坡煤矿的时候 有工作人员霍锡是查询这一次土石流的问题 以及煤矿运营等些问题之后 对方紧回复关你什么事 震雄县的党委宣传部还有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均表示以官方的资讯为准 报道说据了解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云南局通报 14宗煤矿重大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 而镇雄县的刘家坡煤矿有限公司 刘家坡煤矿就再列 去年8月1号的时候 昭通市的能源局发布了文件表示 7月14号到17号 黑龙江局和江苏局的相关人员 组成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第18异地执法组 检查了镇雄县刘家坡煤矿有限公司 刘家坡煤矿的时候 发现了该煤矿存在工作面的瓦斯超线作业的重大安全隐患 根据相关的规定 即日起撤销镇雄县刘家坡煤矿有限公司 刘家坡煤矿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级 镇雄县刘家坡煤矿成立于2005年的11月份 该公司因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多次被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其法定代表人周天强2022年被云南省昭通市的中级人民法院 限制了高消费 而母公司云南陆红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是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所公事的失信公司 唐山打人案的幕后黑散 唐山市公安局的局长马爱军 获刑12年 来自香港媒体报道表示 是2022年6月份中国的河北唐山市的打人案件轰动了中国全国 同年的8月份河北省的纪委监委也就唐山打人事件 对15名相关的公职人员立案调查 其中8个人被滞留 今年1月21号的时候 在廊坊市的广阳区的第六届人大会议的第四次会议当中 就通报表示对唐山烧烤店的打人案的保护伞马爱军判处12年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 根据中国的官方媒体新京报的报道说 1月21号廊坊市的广阳区的人民法院的大院长王佩恒做出了工作报告 提到了2023年常态化扫黑除恶全面宣导 认真实施反组织犯罪法 审结的涉恶案件一共有三件涉及到了8个人 对唐山烧烤店的打人案件的保护伞 唐山市公安局的原党委委员 北陆公安分局的原局长马爱军 以循私妄罚罪受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 2022年的6月10号的晚上 唐山的一间烧烤店发生了恶意伤人案件 永南时刻酒后搭讪女子遭拒绝之后 竟伙同朋友当场围殴了两名女子 事件引发了中国全国的震怒 6月11号的晚上 陈继智等9名涉案的人员被捕归案 在6月28号的时候 中国的检察机关依法起诉 陈继智等28个人认定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件 涉嫌寻衅滋事犯罪 而同年的8月份 河北省的纪委监委也就唐山打人的事件 对15名相关的人员立案调查 其中就包括了8个人被滞留 分别是唐山市陆北区政府党组成员 副区长是公安局陆北分局的党美书记 局长马爱军 还有唐山市公安局陆北分局机场派出所的所长胡斌 还有长红道警务站的副站长韩志勇 以及机场务派出所的民警陈志伟 还有光明里派出所的原所长范立峰 光明里派出所的副所长王洪伟 乔屯派出所的副所长王志鹏 唐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四级警长安迪 好再来看一下贝莱德正寻求七折出售在上海的办公室 来自彭博社的报道引述了肖闲市的话指出 全球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之一的贝莱德 正在寻求以购买价格约30%折扣的价格 出售其在上海的一处办公楼群 这反映出了中国最大城市的商业地产市场的低迷 根据匿名肖闲市的话指出 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资产管理公司 正在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位于上海西北部的这处房产 以加快销售的速度 贝莱德的一位代表拒绝发表置评 报道说贝莱德于2018年的时候 以1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 从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手中 买下了上海新兴中央商务区的 北岸长丰的两栋办公楼 总建筑面积为27805平方米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 由于经济疲软和供过于求 其他机构投资者纷纷的抛售写字楼 在中国目前的商业地产市场当中 寻找买家可能会很困难 租金下跌以及全球减少写字楼资产投资的趋势 使得此类的物业对潜在的投资者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据房地产服务公司高利国际集团的数据显示 上海写字楼的租金上个季度的时候 跌至了近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由于供应管道的增加 今年的租金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 高利数据显示 上季度北京和上海的优质写字楼的交易资本化率 约为5% 为十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资本化率的上升通常预示着房地产价格的下降 不到十年前 贝莱德投资了中国的商业地产项目 当时该集团寻求在一线和二线城市的写字楼 和商场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 2017年3月份的时候 贝莱德以13.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 从滬港联合控股有限公司的手中 收购了总建筑面积 31700平方米的上海中港会大厦全栋 第二年又在同一区域 买下了北岸长风的两栋办公室 好 再来看一下学历大打折扣 中国的本科生回炉重读之校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表示 经济不景气扼杀了青年的就业机会和前景 越来越多拥有大学学位的中国青年 正在重返校园 报读的是公认比大学学历次一等的职业学校 谋求学的一技之长更容易找到工作 根据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的报道表示 广东的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两年以来已经录取了超过150名拥有大学或者以上学位的毕业生 这些人报读方向主要是心理咨询师 公共营养师和健康管理师 该校招生办的何信老师表示 他们多数想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工作 而多拿一些技术证书就能够拓展一些新的空间 何老师认为原因一是市场的需求 但就这些技术证书在职业学校相对会便宜一些 第二就是就业的前景 一些学科的大学生拥有学历却缺乏职业技术培俊 在就业市场如果同时拥有学历和技术 竞争力相对来说就会大一些 他认为这种大学毕业生回炉的现象将会逐渐的增加 报道引述了大学毕业生小谋的话表示 他学的是中医方面 当时想着去北京闯一闯 但是在大环境之下 他前年在北京的一家地产公司做了一名保安 维持着基本的生存 现在辞职了想学一门技术 小谋也已经回到了浙江 并且正在咨询当地的一些职业技术学校 希望在春节之后就可以重新的回学校学习 小谋说只要往前走总会有机会 相较于回炉职校 无事可做才是真正丢人的 而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一名无幸的招聘中介绍透露说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力道疲乏 近月薪资已经大幅的缩水 大学学历也在贬值 排名前段的重点大学的学生的起薪 至少下坎三成 从疫情之前的人民币预万元 缩水至了紧约六千到七千元 而这名中介事还表示 最辛苦的是排名后段的大学毕业生 即使在一线城市找到了工作 月薪普遍只有五千到六千块钱 如果是在长三角地区 月薪恐怕要入不敷出 美国之音援引了一名在中国沿海 城市某大学的理性老师的话 透露说 当前仅就读人工智慧等一些 风口行业科系的学生 较为容易找到工作 他观察在求职困难 薪资又不理想的情况之下 约有两成左右家境优渥的毕业生 已经直接选择躺平 他表示就在家里面给父母养 三餐都在家里吃 整天可以打电动 比较上进一点的会说 准备考研 就是对于未来没有任何的规划 好 再来看一下中国的刘美博士齐泰磊 因为疑似有精神分裂 可能无罪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美国北卡罗兰娜大学教堂山分校 去年8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中国刘美博士生 击毙华裔导师的枪杀案件 目前美方公布当时的案发情节 凶贤曾经连开了10枪导致子弹耗尽 如果一级谋杀罪名成立的话可以判处死刑 而中国媒体成都商报红新新闻 在1月22号的时候引述了美国媒体的报道表示 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在1月19号的时候 公布了这起枪杀案的文件 披露了凶贤齐泰磊先是网购了一把9厘米的手枪 并且在案发的前一天现身在了射击场 案发当天目击者表示 齐泰磊因为与导师北卡大学的副教授颜兹杰 因故发生了争执随即传出了五声枪响 而法院的文件指出 齐泰磊在袭击过程当中连开了10枪 很可能是在向颜兹杰开枪 直到他耗尽了子弹 随后齐泰磊被控一级谋杀罪 和在教育场所持有枪之罪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自被捕以来 齐泰磊一直被关押在监狱当中 不得保释 去年11月份的时候停审 齐泰磊因为精神疾病 被判定不适合接受审讯 法官指出 齐泰磊在拘留期间表现出了妄想性思维 出现幻听和自残行为 行径与严重精神疾病相符 两者独立的精神评估发现 他可能患有未经治疗的精神分裂症 法官因此裁定齐泰磊不适合接受审讯 因为他无法理解法庭程序 无法理解自己的处境 也无法协助自己的辩护 他将被送往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如果病情好转 医生将通知检方以便后续的审理 但即便是接受心理治疗 齐泰磊也可能无法恢复足以受审的程度 他也可能因精神错乱而被判无罪 检方表示齐泰磊送医住院并非意味着 他不会受到应有的刑罚 表示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 不过有很多的因素会影响 全案无法进入审判阶段 检方说齐泰磊将接受治疗 以改善他的心理健康状况 以便他可以继续接受审判 但是医生有可能得出结论 齐泰磊无法康复 这 他一定会继续接受审判 他一定会继续接受审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